人對美好市民的標準價值都是因人而異 你覺得不值,很多人覺得值 但明明是經過經年累月經營的品牌、公司 又如何將它的價值量化呢? 經濟學家有他們的算式 將一間未上市或上市的公司計算價值 例如它的市盈率、每股市盈率、現金流 一大堆的數目給你做參考 但老實說,經過金融風暴和金融海嘯的洗禮 只可以說所有投資產品的價值 跌起來可以很非理性 之前跟你說到天花龍鳳的投資不易法門 可以有一天睡醒覺見世息不對 就推翻了之前所說的 然後做當時對自己最有利的決定 然後在事後就給他一個理由 正如一個產品 一個公司在制定發展方向的時候 只要對方向就會走下去 但方向不對 隨時都會有不同的計劃補償 投資可以隨時扭貸 就算蘋果說要出新的iPhone一樣 見業績不對勁 他們就會隨時變陣 正如鴻海未到問到死的那一刻 都不會收到蘋果新iPhone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怎樣做測試? 都是安裝了dummy給你試 最新的消息說 SPAC已經去到三星水平 但未到蘋果的水準 因為還是一跌就難 蘋果說接受不了 所以遲遲都出不了機 但自從見到市場對他們業績的反應 他們又說要改了 說機器要多加幾個功能 不管它叫iPhone5s、iPhone6也好 總之要加就是要加 所以搞搞下 機器現在可能要到10月才有蹤影 既然Sony又說要翻身 Nokia又說要死女逃生 三星已經是最穩陣的 所以iPhone又怎會不變陣再變陣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